我們家還會參選到底嗎 那柯文哲的談論不關心 以柯基大佬身分風風光光 出席第一屆李國鼎獎頒獎典禮 郭台銘回到主場笑容藏不住 彷彿像前一天在家中和柯文哲 共彈的郭柯和滷肉飯 還在飄香 團結可團結的力量 郭董他就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那昨天主席也提到 沒有柯郭沛 但是呢有郭柯和 未來如果有任何合作的方式 我們都樂觀啟程 儘管席間郭董表態 如果自己沒選到底會被笑死 但是兩人合作 已經從潛水區游向深水區 所以他們當然會期待郭台銘不選 到最後來支持柯文哲選 所以會讓出所謂的 不分區的席次給郭台銘 郭台銘百萬連署民意不容小覷 兩人以郭台銘連署據典 換民眾黨三到四席不分區談合作 傳出柯文哲說服郭台銘 2024住民眾黨更強壯有力之後 放眼2028也是已不齊 郭台銘這個前妻 就是所謂的離婚之後 兩個前妻合起來罵的時候才會大聲 所以郭台銘跟柯文哲的見面跟合作 其實目的也是要把破局的責任 推給國民黨 而在一陣營另一頭 蘭英已經有人喊話郭董 回頭試案一起來打拼 希望郭董還是要走正確的道路 既然我們都是中華民國派 希望郭董還是不要獨立參選 大家回到南影這邊 2024這一局 郭董最終會不會列在選票上 變數還很大 靖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